玉山气象站运捕直升机不幸的在昨天传出了意外 那么机上三人都罹难 尽管是不是天后的因素影响还要进一步的调查 不过这个玉山上的天气顺行万变 工作也非常的辛苦 气象局呢有预报员就对当时工作的环境很难忘 详细的情况我们要请记者高家虎来告诉我们 家虎 主播就在昨天上午呢发生了玉山气象站的运捕直升机意外事故后 其实也让外界了解到 其实在玉山气象站的工作环境 这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因此今天上午气象局就有资深的预报员 回忆起当初上山值班的经验 我们来听一下稍早的访问 刚刚上山的时候 因为那一段时间天气几乎都不好 那天气不好的情况下 整个侧站是在云雾里面 太阳能是没有办法去产生供电 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印象中 大概有到五六天是没有办法洗澡洗头的 那什么感觉 头很痒 那其实我们不太习惯 我们可以听到预报员说光是洗澡就是一大难题 其他像是用电如果遇到天后不好也得省着用 另外像是粮食日常用品等物资 也都要等大概两个礼拜才能补充 选择真的不多 加上上面的天气一年四季的温度都很低 真的得具备很好的体能才能克服 不过预报员也提到 其实在山上能够欣赏到一般人 平时难以见到的美景 其实也算是在工作上的另一种补偿 也留下了难得的珍贵回忆 以上就是现场最新情形先把时间还给棚内